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154集 好机会 这老玉面色发黑 好似深重剧毒 此刻在这道腿中 他流下的血液都是黑色的 尤其是他的额头 赫然有一个黑色的符纹 这符纹正在剧烈的闪烁 若仔细去看还能看到 在这符纹下 赫然镇压着一个与老玉一模一样 可却虚幻的身影 那身影是其道种幻化的原神 这符纹 竟是将这老玉的道种 生生的封印在了残躯内 使得老玉这具身体中了剧毒 在慢慢的走向死亡的过程里 其道种又无法脱离 似要生生的将其道种耗得干干净净 如此一来 就算老玉可以复活 也必定损失极大 这一幕顿时就让白小春等人心神一阵 可这一切没有结束 但那老玉逃出的瞬间 他的身后还有一道身影带着恐惧与骇然 也在极齿中冲出 此人正是视灵上人 他鲜血狂喷 整个人的气息也都微弱无比 此刻眼中带着惊恐速度极快 可他的头顶却是漂浮着一个黑色的符纹 这符纹与老玉眉心的符纹相似 但又有不同 似具备了某种特殊的法则之力 使得视灵上人的身体在这冲出时飞速的腐烂 在其身后赫然有一道血光 从这正在快速消散 变得稀薄的雾气内一冲而出 这血光刚一出现 顿时一股让白小春熟悉的邪恶 刹那就爆发在了这片天地内 血光没有停顿 在冲出后立刻就要远去顿走 抓着他 他已冰死 最后逃出的则是广木天尊 他失去了一条手臂 此刻面色苍白 带着不甘心与疯狂直奔血光追去 几乎在广木天尊追击的同时 绝地天尊通天道人以及元妖子 也都狠狠咬牙要去阻挡 古天君 司马云华 零九天尊也都猛的冲出 分作不同方向阻止这血光 白小春也在其内可就在众人靠近的一顺 这血光猛的停顿下来 从血光里直接就传出了一声带着强烈穿透力的嘶吼 这嘶吼直接就掀起了风暴向着四周轰隆隆的扩散开来 也正是因此 血光在半空不得不停顿了一下 露出了血光内的身躯 那赫然是一尊四人非人四溪非溪的怪物 这怪物有着人的身躯与四肢 但身上却都是血色的鳞片 面不五官能模糊 看出是一个男子 可墓中的虫童以及口中深处的呆叉的细长舌头 让所有人在看清后都心神一震 而那风暴又极为强悍 堪比太古后期 此刻横扫八方时 如绝地等人 直接就承受不住的倒退 白小春立刻将北脉大界横在身前 这才阻挡了这风暴的轰鸣 只有古天君广木天尊等人此刻强行抵抗 飞速靠近 出手就是杀手节 阵阵轰鸣中 那主宰分身明显虚弱 目中带着疯狂速度极快 与众人厮杀 轰鸣之声不断地回荡 白小春在退了几步后 没继续上前 只是他不想上前 那主宰肉身却是直奔白小春而来 目中的虫童内隐藏的仇恨 白小春在看到后 内心咯噔一声 白小春眼睛一等 真来找我报仇啊 知道不能后退 硬着头皮大吼一声 手中的北脉大剑直接掀起 向着来临的主宰分身狠狠地站下 主宰分身嘶吼 被逼得再次后退 重新陷入到围攻之中 此刻众人也都顾不得阵营 一个个都展开了权力 就算是最后争夺 也要在这里 将这主宰分身斩杀才抉择 不能被他逃走 他的恢复力太强 不能给他时间 广木天尊焦急 立刻开口 古天君等人也都呼吸急促 此刻出手时没有保留 集合众人之力逼得主宰分身越发虚弱 这虚弱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强烈起来 实在是之前的一幕让古天君等人心敌震撼 老玉的凄惨 失灵上人身体的腐烂 广木天尊失去的手臂 这一切无不说明这主宰分身的可怕程度 尤其是想到若是被对方逃走 失去了这一次的机会 以这主宰分身吸收生机的本事 怕是再次被找到时又会恢复不少 如此一来 双方就都没有可能完成任务 一旦邪黄与圣皇亲自赶来 则之前的奖励 怕是都要大打折扣了 在这昏鸣中 那主宰分身的目中露出绝望 他此刻伤势太重了 以至于根本就无法逃出此地 眼看自身已经虚弱的只剩下了一口气 这主宰分身猛的阳天咆哮 在这咆哮下 他的身体竟在瞬间膨胀起来 好似一个巨大的皮球 这一幕顿时就让众人心头一跳 下意识的就各自退后 几乎在众人退后的刹那 这主宰分身的身躯轰的一声 直接就爆了开来 随着爆开 一股巨大的冲击扩散开来 轰轰雨淫 滔天汉地 绝地天尊 元妖子 广木天尊 通天道人 全部都喷出鲜血 古天君 司马云华 陈苏 零九天尊 包括白小纯 都是这般 众人的身体 更是控制不住的倒退 这主宰分身 也太强了 白小纯吸了口气 此刻拿着北脉大剑的手 都感觉震痛不已 心底骇然的同时 白小纯目光一扫 看到了通天道人在不远处 也被震的喷血倒退 他目光一闪 悄然靠近 大家都在抢这个主宰肉身 我看看能不能趁这个机会 宰了这通天道人 白小纯想到这里 心底杀极端气 而此刻 那主宰分身 在其身体自爆后 赫然从其体内 钻出了一条 半丈大小的蜥蜴 这蜥蜴刚一出现 就只剩下了一口气 似虚弱到了极致 脆弱的不堪一击 胡乱的选择一个方向 用最后一口气急持远去 而他选择的方向 居然是通天道人所在之地 就连通天道人也都愣了一下 可却目中一瞬间 就露出一抹诡异的黑芒 双手飞速掐角 打号了一声 石门诡异 随着他的掐角 在这众人都被之前的冲击 推动的后退时 通天道人的身前 立刻就传出昏鸣之声 有大量的短长符文 组合在一起 形成的一面 巨大的符门 直接就从虚无内降临下来 似带着某种封印之力 向着来临的蜥蜴 木然封印 这蜥蜴 已没有了意识 此刻 只是本能的冲击 居然一头就撞在了 这符门上 瞬间就将符门 撞出一个凸形 而符门也在这一刻 直接分解一般 化作无数符文 将这昏迷似死亡的 吸引身体 直接覆盖 猛得一拽之下 就要被通天道人拿走 通天道人 你敢 古天君立刻眼睛赤红 司马云华 灵九天尊 陈苏都是如此 四人怒以惊天 可之前被冲击推开很远 此刻想要去阻止 已来不及 同时 广木天尊等人 此刻都急速冲出 阻止古天君等人 在广木等人看去 通天道人 作为新锦天尊 他就算是拿到了 蜥蜴的尸体 事后也不敢不交出 这手工 广木是志在必得 可若是被古天君等人抢走 则一切就会麻烦起来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 就在众人 相互出手的瞬间 白小春呼吸急促 眼珠子都瞪了起来 心脏 砰砰的加速跳动 实在是 他之前不怀好意 暗中靠近了不少 此刻这件事一出 他成为了众人里 距离通天道人 最尽之人 好机会 白小春的脑海 只是迟疑了一下 就直接发动了汗山状 更是展开不死劲 肉身之力 比之前战主宰分身时 爆发的还要强烈 修为 更是不顾一切的 全面运转 加持之下 他的速度已到了某种极致 轰鸣中 直接就出现在通天道人的身侧 右手抬起时 北脉大街 爆发出刺目的蓝光 在通天道人的身色大变下 狠狠的一展 白小春大吼了一声 通天 拿命来 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